是 这边有很多年没摆过 这里是这样的 这里其实之前在闲日的影片 我和大家说过 我已经是会员的 会员是1100 是的 我已经省了133元 1200 你当1100 真是厉害 挺好的 下面是烧蜗汁 点多一些 它有配酸梅酱的 我就不酸梅酱这样的 刺就应该不会太多 很漂亮的了 觉得即使来到现在这里 愚未上13300 值不值呢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 天天都这么开心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话说是这样的 现在其实是大年三十厘 随直夜 这条影片播放的时候 应该是大年初三的 不过不要紧要 我们今天 就现在带大家去行花街 早几天 就已经和大家去看过 抢先看过西湖路花市 西湖路花市 对于我们来说 或者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情意结的地方 因为我小时候 就住在西湖路花市旁边 我住在大南路 你说多有情意结 今天我就带老婆 过去西湖路花市行 是我们港洲人 每年必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时间比较早 好 我和老婆先去喝个下午茶 喝完下午茶 就去吃晚饭 晚饭 就是团年饭 我们去63层 应该叫亚洲国际大厦 我不太记得名字 那里就吃团年饭 和爸爸妈妈吃团年饭 我们现在先去吃一点点东西 就是太康路 如果有在广州住过的路观 应该都很熟悉 早前也带大家来看过的 比如对面有新开的天河城 再往前走 就已经是北京南路 也很近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我会去大概珠光路 点点心思 喝下午茶 不过有个小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 我想来得广州的游客 有出动那种 即是来广州的游客 我认为有一半 会在北京路法市都不出奇 可能会有很多人 然后未必会有位 我和老婆已经商量了 如果没有位就不吃 又或者去吃煎饭 不过我认为煎饭 应该会有很多很多人 今晚还有大餐 今餐我们就不吃那么饱 在这里又有向裙 再往前走 也会有几间茶楼 都是不错的 废话消光了 去到茶楼 我拿了位 就是前边点点心思 我们终于到了 不知道有没有位 如果没有位 就过去对面吃汉堡王 也好 点点心思是一个特价茶楼 点心打折那种 不过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喝茶 再说一下交通路线 如果继续往前走 就是天字码头 镜头的后方 已经是北京路地铁站 很方便了 正前方过去就是太平沙路 我想在广州住的观众 应该都不会陌生 我现在就快点上去拿位 看看老婆会不会表扬我 好消息来了 就是我已经很快找到位 但是一个坏消息就是 因为今天大连三首 所以是没有特价的 我们都不要叫那么多 叫少少饱肚的东西 因为今晚虽然是团年饭 但是通常团年饭 都是固定好的菜牌 不知道味道会如何 所以都是吃饱一点 假之等一会儿我们去北京路 根据社交媒体说 就说需要走很久才能够出来 我就跟老婆说 我对北京路很熟 因为我真的高大 那么会不会有些地方 可以让我很顺利地出来 不知道 我们先看看餐牌 先说一下价钱 少点八元 最贵超点二十六元 但是记住是不打折的 他们这里的食物很实在 不会很花巧 韭菜猪红汤 要饱到这个好 脆皮香芋卷 这些是饱到的 上汤云吞 云吞面 炸春卷也有 牛腩珍珠粉也有 至于我直接要个饭 咸鱼肉饼饭 太阳蛋牛肉饭 或者咸鱼肉饼饭 二选一 我选了咸鱼肉饼饭 上边还有鳳爪 排骨 咸鱼肉饼饭 其实23元 你说打折一定更好 不打折 其实都很合理 下面就是粥 大多数是20元左右 大家看到的特点 还有排骨拼鳌爪 超点大概都是这个价钱 我会先点一个排骨鳌爪饭 其他那些等老婆来到之后 她慢慢选择了 已经吃了8月15日 剩下来的月饼 因为月饼全部有抽真空 不是抽真空 就是那些保鲜 所以其实没什么所谓 我现在先做一些茶匙 拿下单 还有她们在这里是数码下单 挺好的 说得这么快 我的饭食就到了 鹹鱼肉饼蒸饭 简简单单 还有一条青菜 我吃了它 饭我打算吃一半 分一半 我很喜欢吃这些蒸饭 够实在 而且有个好处是 它不会说 搞得你要吃很多东西 一大盘饭看上去 当然好 有时候又不想浪费东西 叫了不吃又不好 好像这些 小小分 就挺好的 而且肉饼还很实 鱼 鱼都鱼不开 要拿出匙匙 如果鱼不起身的时候 大家看到 它是没有那么流口的 更干爽一点 这次这碗已经算是 不算很硬 或者叫做 刚刚好的 还有它有少少姜丝盘碟 与此同时 它们有配一碟豉油 豉油我就要这样吃 一路吃一路点 一路点下去的豉油倒酒 不要把豉油搅拌 倒掉 我老婆很喜欢这样做 我就不敢做 放在这里 这些留下句 如果正餐 只有这碗饭 当然不够 但是如果下午茶餐 四点碗饭 再加一个点心 再加一个甜点 是够的了 它们这里是喝茶直下的 不同时段 有不同的优惠 今天因为节假日 所以没有打折 一个人活法 再加一个点心 一个甜点 都够的 我和老婆就 就着来吃 我先吃一道菜 拿个肉饼 蘸一点点豉油 这些 就是我讲实人 一中两点的精髓 肉饼 是有咸鱼的香味 有种梅香味 全是梅香 都不像是梅香 咸鱼的香味 咸鱼的香味 而且它这些油 又不太多 蒸出来 其实挺健康的 如果想再健康些 就要牛肉滑蛋 慢慢喝茶 吃点心 或者蒸饭 然后就走北京路 今天就是花市 各位观众 如果跟着我推荐 回来 平时可以走北京路 应该来说 在我们在北京路周边 喝茶吃饭 这个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 而且不用怎样等位 我又要了这份 木瓜椰奶冻 和蒸饭价钱是一样的 我上次和老婆来 都吃过一次 是印象比较深的一款点心 很深的 我选了这一款 而且皮也切了 应该一口吃到上边的 这个应该是椰子奶味的 啫喱 还算可以 对于这个天气来说 都挺甜的 木瓜 挺清爽的 挺好的 老婆一定喜欢 我们最后的食物 就到了 就是这个叫北方饺子 它是这样叫的 是 它是20元一份 要打完字 就不得了 10元都不用 最便宜时段 如果不是今天 这样算 这碗食物 10元都不用了 看见有5粒 6粒 3粒 吃饱一点 才有力行花街 对不对 它是这种 皮是黄色的 其他那些 和我们在市场买到的 应该没什么分别 它的馅料是这样的 不是那种用韭菜的馅料 整碗 整碗 我们要加紧速度 因为据说 行花市 一进去 那些口就 就不放人了 就一定要走到尾 才行 先头你地地站过来 多不多人 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 很神奇 北京路地地站 好 我们又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是80元的 点心是六十多 如果摆平时的话 这餐就值得吃了 对 对 对 那些23 23 23 3款点心 挺好的 不过 好处就是今天没什么人 好了 廢话少说 我们一年一度的城市 行花街 行大运 其实前几天我都来过 我还说又是行这条路線 一来就会见到那条船 那条叫做 海上丝绸之路 这样的意思 和大家开一下股 其实很久之前已经问过大家 只不过没有人答得到 其实北京路以前就叫做双门底 双门就是两只门 底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旧名 以前是叫潘雨 很多人就说 潘雨 为什么会是广州 其实 以我所知 我没有查资料 其实就是余山市那里 而并非去到市桥大石那些潘雨 潘雨就是广州 好了 花市从何时开始呢 其实从明朝就已经是初具规模 在这做什么呢 在这交易鲜花 为什么要在这交易鲜花 不去清远 第一 因为这里有珠江 有珠江 水路运输方面 第二 这里比较温暖的广州 不会结冰 有时清远都会结冰 除了方村以外 其实广州 周边种花的地方都很多 陈村都有 但是 当然以方村的历史最为悠久 去到差不多一轮身的时候 有些方村的花龙 把花送到这里 来售卖作为一个花市 逐渐开始形成了这种氛围 事实上建国之后 去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是停止了很多年 去到大概70年代末 就重新开始做花市 而我呢 因为我80年代出世 我很小时已经知道 差不多过年的时候 就很热闹 其实都不知道什么事 而且因为差不多过年 在香港的亲戚 就会回来探亲 他们都是要过来看花市 具体位置 这个方向一直过去 就是我才走过来的地方 太康路 也可以去到海珠广场 如果以往 我说我小时的花市 其实主要是集中在西湖路 和喜意路 华侨中的门口 会有一大段 一直到公安局附近 都是会有花市 今年很特别 早几天我来到 都还没有 分了右边入左边出的 我们只能跟随规矩 不过这边是商场 其实就没什么所谓 和我早几天来到的时候 对比现在当然热闹得多 又有人买风车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风车太大 很难吹得起风 反而小时候 才吹得起风 好像面前的声音 风车就吹不起 很多 早几天我来的时候 还是工作日 刚刚开幕那一天 而我们广州的花市 传统的花市 只会有三天 就是28、29、30 到到随直夜 大概两三点钟 就会结束 和以往很不同的是 以往我们行花街 就真的买花 现在慢慢演变成 已经是一个 购物 又或者是会有美食 的一个类似加年华 这样的活动 当然鲜花都会有 很多广州人 来到行花街 就愿意 走回大运 可以走到累了 又这样坐着 挺好 挺舒服 你看 很不厌其烦 再说一下 大家众所周知 疫情的原因 虽然 花市去年已经租开了 但是去年 很多人都刚刚中招 或者康福 各种因素 累加的前提 其实 虽然热闹 但是我认为 是没有今年那么尽兴 今年 大家真真正正正 开开心心玩 不算这几天 可能会有无无小雨 很多人都风雨不改 过来行花市 现在已经下起了无无小雨 而且今天很冷 今天可能是农历新年假期 最冷的一天 现在几度 一百度 嗯 在社交媒体 都很多不同的声音 就说 他们人流管制 今年就比较 比较多 用得 措施比较足 很多人来行花市 就很难中途 就说我突然走 不想走 怎么办呢 是没办法的 一定要整条路走云 可能去到今晚 会更为紧张 我不知道 究竟是否呢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到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正正式 已经是进入行花街的区域 在前面 橫向问明路 和大南路 继续往前走 前面 就已经是北京路 来到这里 又看看今晚的房价 应该最贵 1千元 我这个是会员价 我已经是会员价 一千一百 是的 我已经省了一百三十三元 这几天的价钱都是这样的 整千元一万 值不值呢? 你开心便值 看看和谁在一起 在这里正式进入花市 我来看游龙 不知道今天看不看得到 看到的机会是比较少 这条马路已经封住了 文明路过去太爷鸡的方向 这里是永汉电影院 我发现也有很多外国人 来到参加广州的花市 人多到要开傘便下雨 很多人看不到前面的路 北京路也是没有花市 以往北京路也是有花市 即新大新门口 现在只能在前面往左转 转过去大佛寺那边 大家都来求行过好运 你说是否真的要在这里买花呢? 那就见仁见智 这里都过得到去惠福东 可以 今晚我们不来 因为吃饭很早 还有这几天广州一多城市 明天多少年未放过烟花? 十几年未放过烟花 在白鹅潭上 农历新年的烟花 可以 它将水马全部解开 不是水马 是铁马 这几年 我记得好像这里都是封住的 现在都开了 至于这里就是余山市 广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那个方向 如果要走北京路 就继续往这边走 两边有很多商铺 几好 分了两条路 我记得去年好像是 不过我记得好像去年 我没有走过来这边 就是 中间有那些 摆档那些 好像是 去年中间全部那些 什么廣州酒间 皇上皇那些 今年就没有找那些 其实不是的 在西湖路那边 全部走光那边 那些国企那些 都有很多是 是私人租的那些店铺 平时不是怎么开门的 的陈美濟 大门紧闭 今天都开门 他们是同一个集团 港约伯榮山 同一个集团 广州的好处就是 一到落雨都不怕 因为有骑楼 骑楼里面的人 比外边的人更多 有骑楼里面 都有很多店铺 买奶茶 喝点东西 平时都是很旺的 是到花市那些店员 做到停手 看到核心区域 感觉上这边 不算太多人 我们去排楼那边 那边就夸张了 很多人 即是有东西卖那边 即是大佛寺门口那边 路阔了 中间被人过 我们在前面 望左转 去拍摄那条金融 我早几天拍摄 你拍摄那条金融呢 那个钟楼那边 就是其中一个 最多人影响的地方 隔于去年的经验 所以中间要有个铁杂 铁杂着它 去年那些花 全部拿起 插上身 去年那些花 弄到残了 有影响美观 所以只能是这样 除了有本地的居民以外 还有很多游客 尤其是五湖四海游客 因为这几天 在贫道 又或者街道 我都遇到很多观众 说我来自英国的 又有 荷兰的 又有 美国 香港肯定是少不了的 都说要回来趁一下热闹 如果说到最正宗的花市 应该就是这里 应该来说 除了正宗以外 其实最热闹应该都是这里 面前这个就是最贵的摊位 据说不知是六十万还是八十万的 其实年年都是他们来做的 因为你叫各人做六十万出来 又未免到时 赞助而已 纯粹就是赞助 六十万 换名权 有成了 有成五十八万都是广告数 没错 卖也好卖 但是也 你不可以这么看 那六十万里面就是港广告数 早几年他们还看到有亚洲航空 你如果知道这几天卖那些 都是一个宣传费 前面还有肯德基阿伯 很开心 如果去到夜晚一刻 更为热闹 还有那个螺丝粉 可能不让它开门 如果不在里面 更夸张 直接不开门 没理由 应该是没理由不做的 今天不做 什么时候做 应该是不让他们开门 我猜的 是可以这样的 人流管制 开始我们看到有花卖 前几天我都来看过 价钱不是太昂贵 所以其实都是会有很多市民 在那里 有收到不少好货 今天又多了这个 这个是一条龙 后面又有一条丝巾 好像 不是丝巾 大家今天来到今天行花街 都很难说 走过去慢慢看 都只能够是 碰行碰过 走到大运 前几天 是 marché 我又开门 去大运 然后是开门 其他人 还有一些印象 閉灣就比較寬鬆 但又好像舒服那頭 我看到這裡又看過郵局 早點說這個很漂亮 整個蠍起有條龍 很漂亮 請問多少錢 198元 還有郵票 很漂亮 龍連 過了賣郵票之後 就開始看到有些私人的店鋪賣東西 例如賣香水 講明他們前幾深 這個位置我看他都不聽 都一樣夠敢租 至於這邊是大架飯 合理 合理 財神風車 合理 這裡是殘疾人聯合會 月秀區 區的殘疾人聯合會 前幾天是移賣國話 今天就不知道移賣什麼 真的看不到 所以各位觀眾 今年你們看我走過兩次花市 你們就有經驗了 如果你明年決意要回來 怎樣做好呢 其實最好 如果你真的想看人 那一定是今天最好的 但如果你拍很多人 不行的 第一日 剛剛開始那一日 或者中間那一日 最好早上來 那你就可以慢慢看 那些工藝品 那些介紹 各種的 我們從小看到大 你聽不看都是這樣 老實說 但如果要看 一定是人少的時候 才是最開心 如果像現在這樣 無論價錢也好 到到 看都好 真的只是看人 人都很開心 但是如果萬一 我想有些斬鑊 買些東西回去紀念一下 曾經來過這裡 那可能真的第一日會好些 你至少可以慢慢選 現在我們來看人 看人都很開心 茶店很好生意 現在如果不知買 要等到什麼時候 嘻嘻 又大叔 這個是 加落蛋撻王 吃不吃 我們昨天買不到 這裡好像不太多人 不過我們看人家去吃飯 現在不好吃 太飽了 好吃 各位觀眾 如果不是繁忙事件 來到北京都可以試一下 這幾間做小食的好生意 因為做花市不能夠做食物 只有一個可以賣 吃進口 不止一個 兩到三個 現行 麥當勞 肯德基 這幾間大餐廳 大企業 其他都不行 是私人店 想賣小腸 不可能的 所以這些地方是好生意 不是說冰城 這麼冷也有人吃 還好像有特別多人 現在來到這裡 面前這一部分 就變成了風行牛奶 其實都是國企 鏡頭的背後 就過去中山路 我們這個方向 就過去教育路看看 厲害 這個叫龍門 在這裡約個龍型 是 這邊有很多年來擺過 這裏是這樣的 這裏其實之前 在閒日的影片 我跟大家講過 在右手邊 很多店舖 就是賣那些 男裝 就是那些成熟男士的時裝 是真的 那些西褲 每年都 農林新年之前 就會過來買 以往這裡 除了行花市外 還有一個 最大衣服 就是在那裏買衣服 現在 一邊就花市 一邊就買風車 一邊就買衣服 這裏還有熱奶供應 這個是 這個是 宴堂的 風行的 雪糕已經是 返回他們負責運營 嗯 吃個雪糕也可以 哈哈 超級多人 根本走不到 如果不是我們這些 由小到大 因為不知走過 這裏 最後都不知道怎麼辦 一直往前走 就是書坊街 一直往前走 往右轉 就是喜二路 這裏全部都是風行牛奶做廣告 但是下面是賣花的 以往呢 我都會 好像小朋友一樣 買個漂亮風車的 那時候我記得 好像十元 要廣告廣告 鑑定鑑定鑑定買他們的 現在這幾年 就沒有了這個習俗 我們 我都太太多了 我記得之前有觀眾住鹽雲西街 我記得之前有觀眾住鹽雲西街 因為這裏走下去 就已經是鹽雲西街 他們應該都 當時對這裏很有情懷 這裏竟然還有佛跳牆賣 即是早幾天 我們是一得路見到那些 賣多少錢呢 一百四十八塊佛跳牆 終於讓我放進去看 看不到那個盆盒 我那裏看得到 那裏看得到 那裏看得到 再送兩隻雞 這裏進去 進去可以過得到 去 鹽雲西街 全部都是人 裏面 慢慢接近尾聲 那我估計 應該前面 教路應該都還有一部份 維福東路應該還有一部份 我們走過去 慢慢走去坐地鐵走 好嗎 是的 差不多 都是來走運 好像這些賣 賣這些輝春 今年算多人 去年都沒有那麼多人 去年都還是行得到買得到 而且去年我來到的時候 還要是過年前 即是夜晚刻來的 現在還未到夜晚刻 就已經這樣了 看來今年是更開心的 去年很多 買這些風車 這些是傳統的 是否也很喜歡 有西方 有西方 走路 快走路 好 非常好 我心裡 要有西方 要去年都會 為何要去年都要做 去年都會 可以讓他 肯定 謝謝 你 替你 来到这儿 维福东路 我的大运已经走足够了 很好运了 是时候要走 因为体力已开始有断而不知 他们玩到很刺激 现在时间都不早 我们要赶过去吃晚饭 下一个环次 就是我们赶过去吃晚饭 63层喜爱圈 到时再跟大家慢慢说 我们就来到吃年夜饭 要分两轮 我们是属于第一轮 1338就是这个价钱 就是这些 烧鵝 鲍鱼 扣花菇 竹生海黄汇山翅 还有上汤龙虾 翡翠虾球 虾都有两款 金玉满堂 清蒸大海斑白切鸡 还有时梭 还有河腰饭 以及百年好年 那么有趣的 它的名字叫做 环球水果爆尾 我们今天是六人餐 要1338 半夕 半夕 等了十几分钟 就已经上菜 第一个送上来的就是 烧鵝 半夕 皮脆多汁 看上去很有食欲 齐齐整整 有比 1300元值不值呢 到时大家看看 尤其是个年价 我先夹一块漂亮的东西 因为筷子还没移过 老婆会选这块 热 热 挺好的 下面的烧鵝汁 蘸多一点 它有配酸梅酱的 我先不酸梅酱 试试 入口即化 很脆 很汁 在这个时候 这个也来 这个其实不是汁 它应该没有汁 是吧 有点 有点 散 烧鵝非常好 还是热的 我不客气 试试这个 鲎皮一部分 但是有少少年刀 这也是不好 试试这里 这样的 这件够邪恶 接着今次 点少少酸梅汁 我不客气了 试试这个 放少少 一条仔芫荽 放少少草 在这个时候 这个又来 我应该是 金肉满糖 还是翡翠虾球 我看不明白 不过不要紧 炸的 炸的 旁边有少少 沙律酱配酱 还有 鸡刚刚来到面饶 我先夹一块鸡 这些鸡胸肉 最适合我 通常 一格吃饭都是这样 自己喜欢吃那一块 刚刚来到面饶 就快点夹一够 来自己这边 最开心的 一路饭汤 一路吃鸡 试试汤 这样的 刺就应该不会太多 很漂亮的 有些虾 虾仁 有些浮脾 很小的 真的有股厄味 很奇怪 老婆说是香水味 嗯 但是口感就好 因为畜生 有些是要放很多硫黄去分 这个就应该 现在应该不用 以前就要 吃完年饭就是这样的 食物固然是重要的 最重要是大家一家人坐在一起 因为它加上就可以 自宅 这边安排 看 这个 脁肴也很滑 一下 就算我刚煮夹那 tuo 就已經是整隻雞最糟糕的 都不會太硬 你說跟我們以前吃過的 專門賣美麗雞的比 那當然還有點兒距離 我講那些拿了米芝蓮那些 但起碼都不會太硬 吃不到各種 還有一個蝦球 先留下的應該是翡翠滿堂 這裏蠻好 老婆在講煙翅 別說了 名字不開 其實平時蠻好 但做飲宴 這裏不大 不大就會容易 這裏只有一個大廳 那裏有幾個大廳 哦 還有龍蝦 走過有的 是的 一隻 雖然不太大起碼都有 下面是伊麵 嗯 挺好 以前也做得挺好的 是嗎 是的 我試過雞 挺好 但它是全熟的 都滑的 哎呀 多夾一塊 這邊 這個 那些白老水味 不算很濃的 但有 還有這個叫做 火腿 火腿的腿 腿熔龍湯浸時梳 就是這個 腿熔龍湯浸時梳 可以增快 趕著第二輪 是的 趕著第二輪 其實這樣好 這些菜是熱的 你送到上來 擺滿才好看的 難道吃完一碟 下碟還未到什麼 沒有這種情況 如果來到我又夾碟龍蝦 我也不客氣了 龍蝦是走過油的 至少這些團餐 是這樣的 一早點定的 它肯定不是很生猛 游了水那些 起碼有 這道芝士龍蝦 如果去到黃沙 都收得不好 夾到尾 有頭又有尾 還要笑蝦蝦 挺好的 很難够 還有魚還未上 大家覺得 即使來到現在 魚還未上 13300 是否值得 還可以 還有河葉飯 還有飯 這裡可以 未開就飯了 不知道什麼樣子 他們這些 什麼軒 我猜應該是同一個集團 因為 轉的餐牌 譬如我們去到唐人編 又差不多上一格局 只要我繼續喝這個刺 這個羹 不要說刺 夠多 到這個 通常吃這個 我都會從這塊咬起 這塊 嘗嘗 嘗嘗 這塊很軟 可以 龍蝦通常都是這樣 肉就不可能會滑 一定是有咬口 沒有那種腥味 少量 始終都是走過油 可以 吃過裡面的肉 免費影片給大家看 肉都挺 多汁 不會說死死實實 雪了很久的感覺 真的挺好 嘗嘗 嘗嘗 衣麵 衣麵是沒有芝士的 沒有芝士 老實說 真的沒有那麼好吃 但換來好像 就沒有那麼膩 沒有那麼膩 有芝士的 是會很膩的 有很多 少許 少許 不多 太多好東西吃 麵可能都是 打包多 通常過年都是這樣的 過年因為很多餐廳不開門 先頭我們走到起義路時 又遇到一位觀眾 美國回來的三藩市 很熱情 林先生 我最記得他說 我還幫他找過文昌路 那間舊屋 他很開心 日後再聚 他回來 大概 他叫他回來多少 他說12月份回來 玩得很開心 回到廣州就有這些 很精彩 也未至於 但是大多數都不會太差 價錢亦都很合理 坐得又舒服 好像這些 所謂點好套餐 都出品 都是挺好的 白灼狗子蝦 動龍蝦 當然要龍蝦 適合 好 連魚都上來 就應該是齊了 除了那些 點心 水果以外 就上齊了 挺漂亮的 因為 中國人 廣州人 吃東西都有寓意 年年 就有餘 這個就是笑蝦蝦 先吃這個 龍蝦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比想像中好 對 如果說好吃 狗子蝦好吃 但是如果說到出來 餐廳 家裡自己煮不到 就龍蝦 最後是試鱔魚 正魚 這個是叫做 清清大海斑 這個是什麼斑 以我的水平是不知的 夠滑 肉實在是很棒 很棒 所有菜都已經上齊了 等一會 最後就跟大家看看 水果是怎樣的 好嗎 等等 經過一輪 五戰之後 我們戰職是這樣 魚還有蓮有魚 麵也很好吃 還有糖水 各樣都不錯 下次各位觀眾回來 聚餐可以嘗試這裏 因為它常年都會有這些 這些套餐 其實 最後就以這個 糖水告終了 結束這個完美 而又滿足的年夜飯 這次是挺好的 嗯 嗯 好沙 各位觀眾 在這裏 和大家 拜個年 祝大家 心想事成 心體健康 每天都這麼開心 大家 下集見 拜拜 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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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音乐